走一下就把它给撑开了 请不要像我一样这么暴力 动不动的把它撑开 并不需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支架还有步枪 这个步枪跟底座可以组合成一个相机的脚架 这个部分就不特别多做太多说明 因为这个模具之前也跟大家做过分享了 这个步枪是金属的配色 质感相当好 反攻的程度非常的漂亮 这是一个原色版本的支架 看上去的话当然是质感来讲 当然是新版的会配色会感觉比较舒服一点 那它的话如果你不喜欢这种长型的支架的话 你也可以换成用刺刀去取代长的步枪 那我这一次的话不知道为什么 我测评件的话是给了我四把刀 不知道是多放了还是说真的大货也是四把 那无所谓 这个配件的部分我个人都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在乎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本体的部分 那两者互相做个对比 这个除了配色不同之外 其他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啊 那最近的话呢也是有朋友呢 就可能看我这有点玩玩玩玩 有一些相机的这个分享之后呢 有些人问我说呢 相机是买哪一台路门好啊 这个很难回答你啊 这个相机的话并不是像这个一样单看配色而已啊 每一家的相机的话呢 不管Canon啊 Sony啊 还是这个Nikon的话呢 我们现在聊真的相机啊 没关系啊 反正这个模具大家也都熟悉的都看过了啊 我们就ok就聊聊一些我个人这个直接直接变形算了啊 就一边变形的过程里头呢 一边跟大家来聊好了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好了啊 这个相机里头呢 其实相机的话每一家其实都 应该说每一家的相机呢 都有它的一个功能上的一个优势啊 比方说一般来讲会说 Canon的这个拍人像的时候肤色比较好看啊 那Sony的硬体可能比较强啊 或者怎么样啊之类的 那么呢 这个其实因为现在这个后置软体呢 不然来润也好 这个Photoshop也好 就在一些后置方面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相机的这个优劣是呢 在后置的时候很多都可以弥补过来啊 所以呢 嗯 你挑哪一家呢 其实我觉得差别来讲呢 并不至于到非常的大了啊 并不到非常的大 但是我个人是用Sony A73 因为它很多商业用途的功能 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那Sony并没有给我这个广告费啊 又没有啊 但是呢相机呢 只有对我来讲 你只有两个选择 你要不要上全服机而已啊 那你就可以想这个全服机 跟这个非全服机的价格 是差了一倍以上啊 你要不要走到全服机 那其实相较于这个 相机本身的话呢 其实镜头更加的重要啊 其实通常 如果你玩的稍微久一点 你就会发现 你可能一个相机 你可能配两个 是三个以上的镜头 其实镜头呢 我个人觉得它是花钱花得最凶的了啊 那这个是属于一个闪光灯的部分 那这闪光灯的话呢 我个人拍照的时候 我当然是不太会把它架在这个相机上面啊 很很少啦 很少会用机顶闪 我都会用离闪啊 那离闪就是把这个闪光灯呢 就是架在那个 那个其他的这个灯架上 拿得远远的啊 你可以去看 放在model的这个前后左右什么的啊 去去做一个灯光的一个布置 那其实呢 布灯呢 才真的是属于摄影一个最有趣的一个地方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 那这些配件的话 我们就把它拿下来啊 就开始来把玩它那个变形过程啊 因为呢 真的这个模具就是 本身就好玩 之前的话呢 在介绍这个原色版本的时候呢 我给它的评价呢 就已经是非常的高了啊 上方这个地方呢 是两层的 会这样卡起来的啊 一个一个把它分开啊 分开之后的话呢 就会分成三个形体 那这三个形体的话呢 我们就分别的来做一个变形啊 那这三者的一个腿部的变形都是一样的啊 从这个地方呢 把它给掰开来 从后面推出去啊 那两腿把它给打开啊 三个的一个腿部的变形呢 都是一样的啊 从这个地方呢 再一次的呢 把它给翻折出来 然后做一个旋转之后呢 将它给往后面按下去 然后前方的这个脚尖的部分呢 把它给翻出来啊 OK 三个姑娘六 呃 三个兄弟六条腿呢 呃 变法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一样的啊 虽然是这个三个角色六条腿啊 但是你只要知道一种变形过程就可以了 好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正常腿部的一个变形 那么呢 这个家伙的一个头的话呢 跟手的这个地方 手的话呢 就从这里翻出来啊 往前面推出去啊 然后原本的这个两侧这个部分呢 你就只要按照它的这个啊 原本的这个折叠的一个方式把它给折起来 这个地方再反折下来 然后呢 把它这个部件是往上面推上来 到这边 那头啊 头 头先把它推出去好了啊 这个头 没事 站在这干嘛 然后呢 这两侧呢 是不对称变形啊 应该是说 有一侧是三片 折叠 那有一边是只有两片的折叠 那推过来之后 就从这个地方啊 看到没有 这是有个凸的啊 上面有个凹 就把它给扣上去 这个玩具呢 就是非常非常 自然就是可以达到一个变形的一个流程 其实还蛮直觉 记忆点也非常的强啊 我当时来做这个原色版的时候呢 给他的评价呢 就是非常的高 那这是其中的一个 家伙就把它变形完成了 就暂时的 请他到这一旁stand by吧 那这个 这两个人物的一个变形的话呢 几乎是完全一样啊 一样是 两侧把它给掰开 然后从这个腿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把它给解开 啊 刚刚我是很暴力 直接把它折下 就把它给撑开了啊 请不要像我一样这么暴力 动不动的把它撑开啊 并不需要 这个地方一样是脚的 这个小腿后方这一带 一样的翻出来 做一个翻折 好 那这个地方呢 万一你万一你忘了 做这个翻折的话呢 对机械的造型的话呢 影响呢 有一点的 但不是很大 你看到没有 两腿从后面看啊 如果你从正面看 其实你从正面看的话 如果你再把这个 斜尖呢 给翻出来 你会发现从正面看 你根本看不出来 有什么不同啊 但是呢 这个为了避免人家 又说你变形不到位啊 就我们还是把它给变形 到位好了啊 尽量把它变形到位啊 上一期我提到说啊 这个有时候变形不到位 可以骗几个留言 或骗几个弹幕啊 这个是 这个其实也是没有错了 就是你没有变到位的话 大家会纠正我 那我已经不下数字的提过啊 我不怕人家纠正啊 甚至我觉得说 如果你愿意再看到我一个 一些不正确的一个变法 或者是说 有更好的玩法的话呢 我都会建议各位的话 就是尽可能的发给我知道 因为做开箱影片 这个老生常谈啊 但是还是提一下了 就这个做开箱影片的 最主要的目的呢 还是做一个 同好之间的一个交流啦 同好之间的一个交流 这个是怎么回事 翻出来 把它这里这里啊 翻出来啊 这里有一个缺口对吧 转到这个地方啊 这里有一个缺口 跟这个地方扣在一块 然后就把它给按上去啊 好 然后这个突击的要留在外面啊 为什么要靠过来之后 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上去 好 如此这般 这个 家伙也变形完成了啊 有没有发现我今天 这个玩具这么小 但是拍的很大啊 这个就是手机的时候呢 我把那个胶段呢 给这个 缩的比较 近一点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本体这个部分啊 本体的变形反而是最简单的啊 这块部件翻出来之后 这里的变形都是一样的啊 一样是两条腿 从这个地方翻开 你会发现它侧边这里 两侧 没有那两块结合的部件了 对不对 那腿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 又一次的 把这个小腿后面呢 给翻开来 然后也做一个旋转 这个变形的松紧度的话呢 我觉得这一款的一个松紧度 蛮适中的啊 但是呢 摸起来的一个感觉 好像倒角的处理呢 好像 我觉得原色版本好像还比较 比较好 比较舒服一点啊 这一款的一个倒角处理 似乎没有原色版本那么样的一个 让人觉得舒服一点 好 翻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很简单的 两手的话呢 直接的往前面推出去 头的话呢 把它往上面推上来 这个 到前面来 然后呢 原本的这一块部件 就是从这个地方利用这个连接杆 转到后面去啊 这个都是有一些固定的一个 结合的一个卡扣的 然后转上去 到这边 那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个缺口吧 看到这个缺口 把它给扣上去啊 如此这般 然后手臂的话呢 还是要这样子放下之后 把它给拉出来 好的 我们的这个 照相机三兄弟的一个 变形过程呢 就算是 哎 打工 搞成了 我们拿出原色的三能小组呢 跟这一次的一个video team配色呢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最大的不同呢 有两者 第一个是他们胸前啊 在原色的这个版本的话呢 胸前是使用了绿色的透明部件 而在这一次的话呢 因为都上了一个7的关系 其实我已经看不出来 它原本是不是一个透明部件了 那再来就是这个本体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角色的话呢 它从原本的人脸的这个部分呢 这个是原色的一个一张还蛮帅气的一个face 变成了一个口罩的版本 其他的话呢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不同了啊 那我们就展示一下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个可动啊 基本上可动也算是比较好的了 首先头部的话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手臂的话平举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形关节啊 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的 手肘的话呢 可以弯到90度 拳头的话呢 是可以转动的哦 在这么小的一个玩具的话呢 它是用了一个 还是可以转动的一个关节 非常的妙啊 然后手臂的话呢 在变形的时候是可以往下面折下来 那可以做出一个类似于是剑指的一个一个动作 像这个样子啊 什么叫剑指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听到人家说剑指了 这个是拿刀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有一个调整你喜欢的一个角度啊 也算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加分点了 腰部的话 腰身是可以动的 脚的话呢 前后左右踢都没有问题啊 因为是一个双动关节的关系 可以弯超过于90度 那这个脚踝的话呢 有一个接地啊 所以基本的一个站立性啊 什么的都是挺好的 那这些配件的话呢 当然也就是自由的做一个搭配了啊 这个短刺刀的话呢 你也是可以把它给一个正握啊 一个反握的这个站立的话呢 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两脚的话呢 把它往下面稍微压一下 就可以站得很稳定了啊 当然也顺便做一个身高的一个对比啊 这个跟他们这个魔胖的一个 Atmosprime做一个解采一本 呃这是什么 正义之光还是这个 啊对是正义之光啊 正义之光 对 那我们就把他的这个支架的 这个脚架的部分呢 拆开来啊 可以把它变成是两把这个狙击枪 上面是有这个 不过这个枪的造型的话是狙击枪 没错啊 上面就应该是狙击镜吧 嗯 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也当他试了 那以及的话呢 他身上的话呢 是有这个原本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部分的话是他一个闪光灯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打开啊 这是稍微有点小机关 这个地方呢 可以做一个翻折 就会有个导弹的一个形象出来 这个也是一样的啊 推一下导弹的形状 那你可以把它靠在这个地方 就变成了一个肩部有两个 这个像是重武器的一个感觉 重武器的感觉 然后再给他拿上其他兵器 也是可以的 这个玩具就是 这个配件什么的能够完全应用的上 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idea 那这个部件啊 这个部件是可以装在哪的话呢 它是可以装在这个 这是有点残忍的一个地方啊 这个在原色的时候我就跟你提过了 如果你不想它掉了 就把它扣在下面这个地方啊 不算有点诡异 以及的话呢 最后的话呢 它的这个啊 镜头这个部件 其实可以两侧打开 打开之后 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把它扣在这个上面啊 就类似是两个一个大车轮的这个感觉 对不对不到洞 嗯好 扣上了 这里是一样的 那我习惯是把这个车轮的话是扣在 OK 往上转 这样子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几乎所有的一个配件的话呢 都可以完全的搭载在它的一个本体身上 所以说这一款玩具呢 从变形啊 还有它的一个隐藏的一个形态 就是一个照相机的形态 到人形的可动啊 这个本身模具的话呢 就是非常优秀的 当时在做这个原色版本的时候呢 我就是给它很高的评价了啊 那至于你喜欢哪个配色的话呢 我觉得两者都有其所长了啊 这个的话呢 感觉的话区别度是更高 但是原本一致的这个紫色这个配色呢 可能也会觉得比较经典也说不一定 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呢 这个本身的模具的好玩程度的话呢 是在小比例玩具里头的话呢 我是属于比较推荐的一款 那就利用今天一点时间呢 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记得给我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